对社交系就是爱爱爱不玩 社交系在12月11日晚上举办第一届大三大四学长界分享会 和学弟妹们分享进入社交系的心路历程 大学规划以及未来发展 社交系也许你念了你不知道你未来的职业或是什么 你会感到困惑 但是对于对家庭的关系 还有对家庭的相处 还有你对人生的态度一定有很大的转变 我相信这是会对很多科系是会无法让你变成那样 能够让你尊重生命然后拥抱生命的人 所以我很感谢社交系 学长姐们利用在社交系学会的知识 在每个领域中展现出不同的影响力 而领域横跨了影视传播 社工表演艺术以及市场行销 许多同学进入社交系后仍然对未来充满疑惑 专者导师特别举办这次的社交系分享会 为的就是让系上学弟妹拓展更多元更广阔的生涯方向 大一刚进来的同学对于社交系的范围太过于宽广 会感到终于感到迷惘 然后或是不知道方向在哪里 但是看到大三大四的同学都会经过一般自我寻找和追寻的过程 然后找到自己的兴趣也好方向也好 那我觉得这个分享或是这个生命经验其实是很值得 然后跟大家的学弟妹来分享这样子 分享会在问答中结束 学弟妹们表示有很多收获 也期许自己能够赶快找到自己的目标 校园记者言千惠言如语采访报道